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正区 居民司马南 您现在看到我录节目的是我在高铁上 高铁的杯子 喝着绿茶 这个车您是不是看着有点衍生啊 这个车呀是G25 现在的时速是341 马上车正在过去 速度极快 这是高铁里边 智能高铁 前面就是济南西了 我从北京出一路到上海 速度很快 我在想 坐在这我就在想 因为今天录节目不方便嘛 所以我就高铁上 因为声音我不敢影响 这个旁边林坐休息 所以声音小一点 跟您聊点什么问题 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私有化的问题 你千万别以为我反对私有化 不反对私有化 刚刚建国的时候 我们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后来呢 我们强调公有制为主体 打理发展民营经济 这些都是好的 我们党在根据不同时期的 不同的外部条件 不同的情况 制定不同的策略路线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 但是也有一些事 我老百姓看不惯 想不通 比方说资本野蛮生长 比方说不让说共同富裕 在网上谁提共同富裕 他就骂你是文革余灭 他就骂你极左 骂你民粹主义 你要说共同富裕 他就说你想杀富济贫 你说共同富裕 他就说没有共同富裕 只有共同贫穷 你这不是对那些假设共同富裕的人的批评 你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社会主义就是要将共同富裕 也没有共同富裕 那凭什么人民群中要跟着你混呢 你自己退休的年纪你还一个亿 对吧 你富可敌国 你野蛮生长 你还玩P2P 你还六张小带牌照 人民群中怎么肯定跟你同心同德呢 没有人民群中同心同德 我们整个社会团结在哪呢 老歌里边唱的是 我们团结有爱 坚强如钢 如果打台湾 同仇敌愿 接下来是什么呀 军政一致 官兵一致 军民一致 是吧 你如果是贫富两极分化 贫富差距过大 那当然也不行 所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我今天真所以想跟各位说这件事 就是我刚读了一篇文章 在红色文化网上看的文章 讲到前苏联全盘私有化 全盘私有化摧毁了前苏联的经济基础 不是说不可以私有化 但是不可以全盘私有化 全盘私有化还得了 全盘私有化不玩命了吗 全盘私有化又一定是两极分化 一定是民不良生 一定是老百姓过去的胜利果实 都被拿走啊 有时候消灭了一个不屑制度 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屑制度 那还怎么会啊 那怎么会 整个社会的秩序能不乱吗 网上有人转文说苏联不是解体 而是被摧毁的 那这篇文章呢 这个胡老师 有个老师叫胡庸仁 胡庸仁 胡庸仁老师说 这是讲的有点道理 我以前跟各位 讲过胡庸仁的一些观点 这个人对于意识形态 特别是经济问题很有些见解 胡老师说这篇文章 主要是从法律啊 政治啊 意识形态多个角度讨论 苏联是怎么被摧毁的 他当时没有专门讨论过 就是经济领域当中 特别是经济领域那边 当时苏联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 苏联一打二攻啊 我们讲一打二攻那是学苏联的 苏联的公有制搞得比较彻底啊 但是苏联所谓高改革 德格尔巴乔布辛斯韦的时候 一下子全盘私有化 在苏联啊 所有的苏联的家门共和国 连同俄罗斯联邦 白俄罗斯 乌克兰 经济状况都不太好 那好全盘私有化 按照美国所谓经济学家 给你设计的休克死得了法 全盘私有化 我不知道我穿个红裤衩 能看多少看不着 就车上院的样子 所以我就加了一个黑挂子 这穿着有点随意 您都原谅 大家记得 当年 戈尔巴乔布在苏联闹改革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政治领域里的所谓改革 上来就来玩透明化 公开化 什么公开性原则 就是说揭露我们队伍当中的问题 揭露我们的黑暗 揭露我们历史上的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 问题是谁没问题 你每天讲一个问题 一年365天 365个问题 还有这个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呀 是所有的问题拿出来 夸大十倍 当时苏共有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员 叫亚克夫列夫 政治局的常委级别的领导 负责整个意识形态 你本来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 但是呢他专门摧毁共产党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 他的所谓的公开性的原则 他这边飘着个儿巴 叫不个儿巴 叫不说成是苏联人民的大救星 然后呢 他把苏共历史上那些事情 无中生有 有一尺悬一掌 夸张 打倒斯大林 打倒列宁 所有的一切东西都被涂上了丑恶 罪恶 结果你就把苏联人的思想给搞断了 那时候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当中 历史虚无主义相当猖獗 几乎把苏联时代的一切成就都否定了 所有的英雄都否定了 这一点呀 我跟各位说 我们中国在2012年之前有一度也相当厉害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 他们随便设置一个议题 把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上 从毛主席开始 毛主席 周总理 朱老总 有一个算一个老一辈革命家 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上所有的辉煌成就 都被他们妖魔化那破误 这个苏联一个路子 这不是王导王国之兆吗 苏联王导王国在我们前面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前些年的问题 也是相当严重啊 这帮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嘴里 苏联历史只有罪恶 没有成就 当然你说一个复杂的历史 政治上对苏联业史形态摧毁 确实导致了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我曾经做过一个系列节目 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 李振鸣先生领导 一个课题组 苏联王党王国三十年研究里面讲的 都是这个问题 我做了三十多期 后来辅助又做了若干期 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所的原所长 黄宁关周知的分析 其他一些教授的分析 那些基本上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分析 苏联集体的原因 汪大王国 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 但是胡茂雍老师认为 经济领域当中的休克疗法 什么哈勒计划 什么五百天计划等等 这些灌制以不同名称的所谓 经济领域当中的改革 和历史虚无主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加在一起 才是刨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脑根 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总根子 刨到总根子 导致整个苏联瓦解 换句话说 苏联解体之后 各个加盟共和国 你本来还是同原来的俄罗斯老大哥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有联系的这些国家 计划经济 国家经济 遭到重创之后 其实也是可以恢复起来的 但是 当国有企业总根子被刨断了以后 连根拔起之后 苏联地区的经济 就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 而且 哇 这车真快 我怎么觉得耳膜跟错飞机那种感觉似的 而且西方资本的侵入 最后导致这些大量的资本和财富 经济布局 产业布局 都符合西方资本家的利益 而不符合一个健全的国家基底的利益 简单理解就是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全都经济缺腿 难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本来是休克了法的恶果 可以这么认为吧 这本来就是全面开放物价导致通货膨胀 最后呢 最后的卢不贬值 人民生活 一落千丈 跌到谷底苦不堪言的这么一个情况 他们认为 要是你改的还不够 我们不是也有类似的词吗 叫做 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所以一切都是改革的不彻底 所以我们要用更彻底的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 这话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环境背景 你离开具体的环境背景 这话不成立 比如说P2P出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出的问题 你这种的拖势项需出的问题 那只有更加拖势项需 更加互联网金融加 更加P2P 你把旧社会死灰复燃的高利贷全部的弄起来 整个银行都变成放贷的 能解决问题吗 当然不能解决 所以我们要尺度更大 我们更大的改革 这种说法 有些地方官员喜欢这么说 我听了之后我很后怕 因为苏联就是这么干的 500天计划 哈佛计划 对不对 美国人和那些俄罗斯对美国痴迷的追随者们 那些崇拜西方的家伙 他们设计了一个在极短的时间里面 把前苏联国有企业迅速自由化的方案 以所谓的发行国有企业的股票为由 把这些股票分发给所有的国民 那个时候我当时记着 我还在中国商报社做评论员 当总编制主任 那个时候有人就讲 你看人苏联改革 改革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分了 彻底分了 每个人都分一部分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这些企业的股票 看着很公平 但是你这个东西经过检验 用毛主机的方法解剖麻雀 那麻雀解剖过 一旦实行起来结果怎么样 不知道 苏联的改革这一拍脑的 戈尔巴乔夫 很幼稚滔滔不绝的演讲 演讲能力很强 你做个自媒体可以 但是你知道整个国家的改革 社会主义就这么叫他们造谈 是啊 股票分到那些老百姓手里了 股票拿到老百姓手里了 它能换面包吗 不能 能换黄油吗 不能 能换牛奶吗 不能 不能 什么也不能 没有用啊 没有用老百姓吃不上 穿不上 就得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于是这个时候 美国资本家出面了 欧洲资本家出面了 对吧 我给你牛奶面包黄油 然后呢 然后我就可以用极低的价格 把所有的俄罗斯老百姓手上的 原来国有企业那些股份都收走 这个没想到吧 这太滑解了 而且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老百姓就被判破于空了 1990年的时候 我还在中国上报 那个时候我们听到的消息 是苏联解体之前 苏联国有资产总额 那个时候说八千多亿 那听起来多吓人 美元 不是人民币 不是卢布 其中五百多家企业总资产 两千多亿美元 但是呢 这五百多家企业 卖给西方资本 这数字 我现在引用的是 胡老师的数字 价格只有72亿美元 知道 两千多亿美元 卖了72亿美元 建卖国有资产啊 这叫建卖国有资产 我们为什么揪住2009年 联想建卖国有资产 涉嫌国有资产流出问题 不放 就是因为这件事是明摆着一笔账 如果是俄罗斯所有的国有资产 五百多亿 然后被72亿卖掉的话 那联想 百分之百的国企 百分之二十九的国有资产 一刀就切下去了 然后你们拐着几个玩意 拆到自己东里去 这事你怎么也说不过去 一大一小就这么一个道理 那你72亿美根 你就把苏联所有的这个企业的 国有资产都卖掉了 价格什么感觉 忽庸仁老师算了个账 他说好比原来是百分之百 现在你以百分之三点六的价格 就把国有资产卖了 可以卖 不是不可以卖 但是不能卖的太便宜 值一百块钱 三块六你就给卖了 这叫什么呀 这不叫抢劫吗 这就是想起西方资本设计的所谓改革方案 就是要抢劫你啊 这是一次浩劫啊 俄罗斯被抢了 白俄罗斯被抢了 乌克兰被抢了 杰尔吉斯坦被抢了 这都一样 这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基本上是一贫如洗 说起来悲哀吧 相当悲哀啊 你就这样的俄罗斯 这样的捡苏联绿区 我有个朋友 他是乌克兰的 踢足球 找了个中国姑娘结婚了 他就来踢足球 其实他踢的一般化了 后来当赵本山徒弟 去二人转 最近我不知道去哪了 他说那个时候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吃的没有 穿的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住在原来破旧的房子里面 日用消费品没有 你别说发展经济了 你恢复原来苏联时期的水平都很难 所以他说司马南老师 你说我们怎么发展社会主义 什么主义能让我们活下去就可以啊 大家们 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复弊 给原来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毛主席在的时候 要警惕资本主义复弊 我们小我们年轻我们不懂 我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叫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我们虽然这话语如都会背 但是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讲 苏联真的就资本主义复弊了 资本主义复弊是资本家贪婪大口张着 然后呢 你一百块钱的东西我三块六拿走了 让人民一贫如洗 所以有些人就嘲笑说苏联啊 东欧国家啊 俄罗斯的那些姑娘们那么漂亮到各个国家操披露生意 他要活命啊 对吧 笑贫 你可以呢笑啊 但是你更需要嘲笑的 更需要深刻理解的是 为什么资本主义全盘私勇化啊 什么五百天方案哈佛方案 到了苏联就把苏联红旗就落地了 苏联就亡打亡国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对苏联摧毁 这种摧毁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是老个百姓日子没法过了 知道吧 在西方帝国主义看来 社会主义公有制被摧毁了 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都联共产党早就非法了 宣布非法了 那就算是你共产党你来执政 怎么办呢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你不可能搞起来了 你没有经济基础怎么搞起来 共产党共产党你怎么搞 共产党领导人民拿啥领导啊 你手里总得有个家破事啊 要犯的又个打狗棍的 经济基础没有了 社会主义企业被搞垮了 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到这这段历史真实 我去过五次俄罗斯 去过两次乌克兰 俄罗斯的很多老共产党 也跟我们说到这些 都是流着泪子 他们很激动 动不动就掏出党政给我们看 据说普京总统也是保留党政 所以人民怀念社会主义 这些社会主义的不孝子孙 共产党的叛徒们 拿着西方的那些所谓的方案 就这样彻底把苏联造成 这段历史 不光是苏联人民惨痛的记忆 对中国人民也是有非常重要的结结意义的 对苏联来说 对俄罗斯来说 国有企业卡掉了 社会主义就没指望了 老百姓好日子 就一去不复反了 惨痛教训 我们中国人民要深刻的反省 大家知道 中国2012年以来 历史虚无主义 在一定承诺受到遏制 我们说用力法保护法 那不是意识形态领域当中 我们对那些公职头面人物进行那些清算 尽管清算还积不彻底 但大家回忆起来 你还记得吗 在2012年之前一段时间里面 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 延淡着 那些人 他们目标是集中攻击我们的国有企业的 有一个柴敬主持的一个片子 就是说北京污染 中国污染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片子做的相当精良 国外的恩旧组织赞助的 福特基金会在里面的 好 结论就是 把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解剖了 然后呢 一个企业变成几十个企业 几百个企业 中国的问题解决 国有企业解体了之后 中国能够解决问题吗 对吧 你现在看看北京的天 对不起天黑了 哈哈哈 北京最近蓝天白云相当不错 环境保护做的不错 我们不能做这条路 那个片子后来被禁禁的好 因为那个片子背景相当 相当复杂 柴敬在里面做一个人格化的代表 他是个主持人 但是背景很深 就是要高垮我们国企 各位 这几节目时间到了 结论是 我们必须要壮大我们的国企 不能把国企做小了做弱了 尤其不能做没了 那些呢 心疼国有资产的人必须清算 2009年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国有资产法出台了 你们还顶红上 然后你们无论你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给自己辩解 最近骂司马南的人 知道司马南谣言的人 忽然间又哭天盖地多起来了 这些人有过共同的特点 恶心司马南 给那联想涉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做辩护 你们就算你使尽全身的结束来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道理讲远 相反 我们中国老百姓 可以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 通过苏联的前车之鉴 我们必须明白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才是我们的命根子 感谢收看 再见